现在是目前签约给大陆的一个最大的车队 那职业在帮他们比赛 我算是 算是职业车手在领薪水比赛 那目前排名我想中国前八强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 7月22日五间一则林志颖父子车祸的消息 报上热搜第一 据台湾媒体报道 知名艺人林志颖7月22日上午时收51分 驾驶特斯拉行进桃园市炉竹区中正桥时 不明原因撞上隔离带 车辆起火燃烧 林志颖父子骨折逃生 目前消防人员已经将其紧急送医 据目击者称 林志颖被拖出时满脸鲜血 有明显外伤 手臂出现脱臼 一度无法说话 坐在副驾驶座的林志颖儿子则是脸部擦伤 并明显受到惊吓 林志颖的家人回应 林志颖正在医院 应该没大碍 对于详细的车祸原因 警方正调查中 警方透露 林志颖当时车速并不是很快 没有超速 对林志颖实施呼气酒精浓度测试后 也证实了他无酒驾行为 初步调查后认为 林志颖因为注意车前状况 才碰撞气机车分隔倒 随后 相关监控曝光 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突然 车辆车速并不快 一开始只是缓缓回转 但是很明显开着开着就偏离了车道 撞向一旁指示杆 林志颖出生于1974年 除了是歌手和演员之外 还是台湾第一位受新职业赛车手级成功的企业家 拥有自己的平坐车队 并活跃于各大赛事中 据悉 林志颖有着极高的驾车天赋 10岁时参加遥控车比赛 获得全台湾亚军 受访时称自己梦想是当一名赛车手 在他15岁的时候就通过自己打工 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甚至还自己进行改装 进入娱乐圈后 这个爱好也依旧坚持着 就算在1998年发生了一场车祸 也并未放弃 而是在不断的努力下 接受专业的赛车训练 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 并在2000年的珠海赛车场上拿下了 自己的第一个方程式赛车的冠军 参加过众多拉力赛事 方程式赛事 并曾出战亚洲雷诺方程式比赛 从1997年开始 至今已夺得各项大小比赛冠军奖杯式鱼座 所以此次车祸让不少网友惊呼 竟然还有赛车手驾驭不了的车 最近一段时间 林志颖迷上了特斯拉电动车 就在今年1月份 他还分享了一条在特斯拉电内饰城市驾的照片 对该车赞不绝口 但是在近几年 特斯拉这个牌子的车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新闻事故 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就像是网友说的那句话 林志颖可是车手啊 还有网友表示 林志颖是职业赛车手 而且还带着孩子 赛车手比我们普通人要反应快 故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车的问题 目前 特斯拉官博已经上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要求其给个说法 毕竟上次出事的时候 特斯拉官方表示是车主角的问题 这次连林志颖这个专业赛车手都难以幸免 着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看来 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等到林志颖伤情稳定之后才能知晓 不过好在父子俩人都并无太严重的伤 在最后我们也祝小智和儿子能够尽快好起来